各位学员大家好,我是高凡堂高老师,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。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一本书的,就是设计招式之美这本书的最后一张咯,就是Facade这个模式。 Facade呢,是来自法国的这个文字,那这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好玩的地方,就是法国字,OK? 所以另称叫做Facade,OK?那Facade呢,其实就是门面的意思。 啊,门面的意思,OK? 好,那我们在这一张里头呢,仍然会帮你说明Facade的美,美在哪里? OK,美在哪里? 然后呢,会用集装箱来做个比译,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, 那的一个简单的门面,啊,简单的门面,就像我们的诗和院。 啊,诗和院呢,里头有很多个的房间,啊,大到小小,蛮复杂的,但是它有一个围墙,把它围起来,那有一个门面,这个叫做大门,OK? 啊,这个叫大门口。 啊,大门口,OK? 那这个叫做Facade,这一个门口就是叫Facade,OK? 好,那Facade呢,好像是一个集装箱,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入口,一个外表,但是内部呢,可以复杂,可以复杂。 啊,所以又是来了,这个Facade提供一个简单的器,啊,然后呢,包容了无限度的复杂,啊,所以就是集装箱。 啊,那为什么特别要谈集装箱呢? 为什么在上一个,我们在谈mediator的时候,啊,在mediator的时候,我们要特别谈集装箱呢? 其中有一个原因,就是这个四合院,可以不断的跌出更大的四合院,啊,可以跌出更大的四合院,所以呢,这个还有一个小四合院,OK? 啊,所以它会一直跌一直跌,所以它有一个简单的一种组合,那mediator呢,就是,啊,如果对应到的是motherboard,那么它是透过网络来做组合的,啊,那么是不是透过mediator来本身来组合呢? 那就是见仁见智咯,啊,见仁见智咯,但是在这一个Facade很明显的,就是大的Facade,包含啊,小的Facade, 它都是一个门面而已,啊,门面,啊,所以呢,我这边要特别用集装箱,来凸显,它的一个简单的组合关系,啊,简单的组合关系,所以可以组合到无限大,OK? 啊,所以我们,既然这是门面,那我们转变接口,那就是adapter哦,所以它也是在转变这个接口,你看,这个,啊,从这个接口变到这个接口, 一直整合,一直整合,啊,它是透过整合,来做改变的,所以呢,它其实来讲,跟adapter呢,的一个思维是蛮接近的,所以我们就从adapter说起咯,啊,那最后还是一样,啊,我们在android框架当中,来找出,啊,看看,这个Facade呢,在android框架扮演什么角色,啊,很多,在android里头呢, 其实Facade的pattern用的非常的多,啊,譬如说,你如果做app,那你有一个,啊,叫做get,啊,system service,啊,这样的一个函数,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由,啊,这个,啊, 啊,啊,一个,背后的一个是Facade提供的一个接口,让所有的ap,那么它都可以,啊,透过这个函数,这个接口呢,来取得,像sensor service啦,还有,像这个service manager啦,所以service都可以取得到,啊,那么还有,我们上一节所谈到的,sm,service manager, 基本上,它提供的,也是一个Facade的概念,但是我们在这里,啊,这一本,在这一章里头要特别强调,android的一个特别的地方,啊,因为android是,啊,开源的,啊,这是open source的,啊,开源,而且是开放的,啊,这个软件,啊,开源开放的,OK,那,所以呢, 那,我们可以从加化层,啊,一直到西加加层,啊,这个,啊,西或西加加层,啊,卡克可以贯通的,所以呢,我们常常会把很多复杂的,这个控制逻辑呢,会放在这个西加加层,尤其是做软硬结合的,那如果呢,你是在Win8,或者WinMobile,或者是iOS,那你因为它不是开源开放的, 所以呢,你就没有办法呢,去动到它的底层,啊,所以呢,对,对于包容,这个Talk of Facade,来包容复杂呢,就表现得不那么亮丽咯,啊,那这里的复杂,我们是表现在,西加加层跟硬件,的这个,沟通的复杂度,啊, 啊,比如说,你要写个驱动,来控制硬件的,这一个蓝牙的,啊,这一个设备,那么它就有很复杂的,硬件的知识,啊,被包装在西加加层哦,我再说一遍,就是说,当你呢,你的应用,你的AP, AP,加瓦的AP,需要用到,这个,啊,控制蓝牙,发射信号,是控制Zigbee,的这一个Dongo,来发射信号的时候, 那么,你就必须要从加瓦,来调用到西加加,那么西加加呢,再来透过驱动,啊,就是西的,再来控制硬件,发射这个信号,对不对, 那这个过程当中,西加加的代码,里头呢,可能代码本身,并不是很复杂,但是,你要写出西加加,跟驱动, 那,这个西跟西加加的部分,需要有硬件的knowledge,啊,所以呢,它的复杂度,是来自于,除了应用的知识,还要有, 这一个硬件的知识,等等的,所以它就比较复杂,比较复杂的时候呢, 那,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复杂包装起来,提供一个facade呢,那,在android里头呢,也有特别的地方, 就是一个叫zmi,啊,就是提供一个z口,让我们,把复杂,包在西跟西加加里头, 让硬件的相关的复杂知识,尽量的包装在,这一个,啊,适合院里头, 然后呢,java,就是外边的,这大门之外,jni之外,那么,大家都,java层都依照大门, 从大门,它只看到这个z口,就可以来取得, 适合院的服务,因此呢,就实现了软硬结合,啊, 那,所以我,这边特别强调的,就是,在说明,呢,软硬整合的设计上, 那么,需要java跟西加加,来做,跟西来做对接, 那么,很多硬件的知识,要表现在,这一个,啊,底层, 那,我们,用zmi,来把它,包装起来,用zmi,来提供,一个fasad, 然后呢,来大幅度的,降低,加法层的,这个复杂性, 那么,这个,是在android里头呢,这个fasad,表现的,最亮丽的地方, 那么,也是,在软硬整合呢,必备的,一个手段,OK, 好,那,在这里,我们就,来,啊,谈一谈,这个,啊, fasad的模式,它的美,美在哪里,啊, 在前面各章里头呢,曾经用航运业的集装箱,来比喻, 这个,序中有乱,就是,还刀戎,还杂都变,的这种架构设计理念, 啊,关于集装箱的,这个历史故事呢, 最有名的,最让人家,啊,这个,喜欢,啊,这个,领会的, 就是世界的航运既旨,台湾的长荣海运,啊,长荣海运,啊, 那,他的老板,叫做张荣花,OK,所以叫做长荣海运,OK, 所以他是,来自于这个集装箱的经济, 如果没有集装箱,那么,就没有这个长荣海运, 所以就没有张荣花今天的,啊,的这个,啊,创造, 这个世界航运的老大的地位, 那么,现在我们就来,这个,分享一下, 长荣集团,啊,因集装箱而繁荣的历史经验, 然后来体会一下,这个集装箱,啊, 他是如何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的,啊, 集装箱是一个很简单的盒子,就是因为简单, 所以呢,带来的力量,啊, 这是大家要非常的,慢慢的去体会了, 简单,可以带来的巨大的力量, 简单,里头包含的复杂多边的内容, 因此,创造了一个繁荣, 所以集装箱的外表简单有戏,啊, 能够跌得很大,OK, 所以他能够成其大也,啊, 啊,所以他是简单,simple,啊, 所以能够成其大也, 而且呢, 既然有戏,啊, 那内部是空的, 可以容纳多样化的, 繁杂的物品, 所以就称为乱中,啊,戏中有乱, 戏就是表现在接口,啊, 有乱就是巨大的威力, 改变了整个运输业,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, 那这个就是, 这一个在Intel, 这个老板也举了集装箱的这个例子, 来说明这个Intel公司,啊, 那当时呢, 怎么做转型,啊, 那我这, 这一段文字呢, 不是我写的, 这是反而是Intel的目前的总裁, 那么在细数这个,啊, 这个集装箱对经济的影响,啊, 对经济的影响,啊, 所以短短的十年间, 实际上只有航运史上一个极短处的时间, 造船的设计走向标准化,啊, 包括冷冻的船也诞生了, 最重要的是集装箱化作业的兴起,啊, 集装箱, 啊,这种,啊, 容许货船更快速装卸的技术, 在航运的生产力上, 产生了一个十倍数的改变, 就巨大的改变,啊, 逆转了节节升高的一个船运的成本,啊, 就是降低的成本, 有些港口做了改变,啊, 有些呢,啊, 尽力的改革, 却无法做到改变, 许多坚持的抗计这个潮流, 就是有些港口要改, 有些港口不改, 结果呢, 这些新技术引发了全世界,啊, 这个货印港口的重新启牌, 没有实行新技术的港口, 如新加坡, 西亚特, 都可能被重新的规划, 成为购物中心,啊, 等等的,啊, 这个公寓, 因为他已经在这一个港口里头呢, 已经是落伍了,啊, 已经不能跟人家比较了, 所以就变成了, 改型这种公寓了, 就,啊, 这表示呢, 他已经,啊, 退流行了, 已经赶不上别的港口的一个成长了, 好, 那么长荣海运的总裁, 张荣花在他的回忆录上也写到, 那我就是集两个很成功的总裁, 来让你了解集装箱的意义哦, 为了配合集装箱化的运输时代的来临, 海运事业的整体运作形态, 也产生了重大的改变, 无论是海上的运送, 码头的座位, 以及,啊, 路运的转接上, 就是拖车, 都是革命性的改变, 路上拖车,啊, 应时而生就是, 一个拖车头, 可以拖进天下所有的, 这个货柜, 集装箱, 那么也拖进了全世界的货物,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, 以集装箱的拖车, 配合集装箱的船运, 啊, 配合集装箱的码头, 那么, 简化的包装, 防止却盗, 加速货运, 搬运, 以及便义, 服务检验, 等等,啊, 就是官路检验, 就是过海关, 使得集装箱的运输, 更加为灵活, 为了确实掌握海上路上的运送服务跟质量, 就率先在1973年9月, 成立了这一个长荣运输公司, OK, 这就是抓到了一个时代的转变点, 然后我们再来把精神放在集装箱上, 那集装箱的威力, 是来自于它有一致的一个简单的借口, 就是让人很容易操作, 让这一个物货品呢, 船, 啊, 以船呢, 轮船能够一拍即合, 就是把货品装进集装箱, 装进集装箱之后, 就可以装到船上, 啊, 所以让货品, 透过集装箱, 能够跟轮船一拍即合, 即分合自如, 随时可以卸货, OK, 那么, 这样的一个简单一致的东西, 那么里头却包容的繁杂斗变的物品, 都可以被装在集装箱里头, 所以简单的续包容的繁杂斗变, 所以呢, 集装箱与集装箱之间可以做组合, 所以这个集装箱本身可以做简单的组合, 它只要把它跌得很高就可以啦, 所以集装箱, 船运, 拖车, 港口码头, 卸货吊车, 仓库, 皆能够一拍即合, 如此呢, 对内整合的, 这是重点, 对内整合的复杂, 对外提供简单的细, OK, 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, 对内来整合复杂, 后面对外提供简单的细, 然后让我们可以重复组合, 我们能够跟船运组合, 跟偷车整合, 因此做到的, 这个简单的细, 包容复杂斗变, 就叫做包容改变, 叫做包容复杂的变化, 结果就是中文字的容易咯, 因此呢, 容易把货品送到对方, 容易过海关, 容易偷车, 等等的, 容易运送, 因此呢, 容易赚大钱, OK, 所以呢, 那再来仔细看看, 这个集装箱, 到底有扮演什么样的, 有它的什么特性, 所以才能产生这个威力, 有没有, 产生这个经济效益, 所以它有三个特性, 这个是慢慢的帮你解析, 以后呢, 你就慢慢在你的生活当中, 去找到某些东西, 既有这三个特性, 那既有这个三个特性, 就会对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, 那高老师也自我广告一下, 高老师的这个推进的, 就是我提倡的EIT, 这个本身就这个造型呢, 就等于是一个集装箱的造型, 所以它本身就具备有这三个特点, 它本身就造型简单, 容易组合, 然后包容它无限多的内涵, 所以你可以期待EIT造型呢, 即将产生它的一个极大的威力, 改变这个产业, OK, 那这个管理EIT的造型有空呢, 可以去试听一下, 我的100小时的线上课程咯, OK, 好, 这个构造极为简单, 而且呢, 只有一个造型, 就是一个长方形, 这是一个最简单, 就是简单的结构, 简单的结构, 还有只有一个造型, OK, 就像高老师的EIT造型, 就是只有一个造型, 这样子, 那么容易组合, 就简单的组合, 譬如说集装箱, 就把它堆起来, 跌得高高的, 那这个就叫做它的简单组合, OK, 然后呢, 内部可以无限的变化, 就是集装箱内部的货品呢, 可以进进出出来自如, 所以呢, 就三种特性, 构造点单, 而且单一造型, 带来容易这个组合, 再来里头呢, 包容的无限度的变化, OK, 那有这三种, 那我们就可以称为它是一种集装箱, 那么它就会对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, 基于这三项特性, 集装箱发挥了什么样的特点呢, 叫做细中有乱, OK, 叫细中有乱, 带来的一样, 带来的这个巨大的潜能, 只要你看到细中有乱, 那么你掌握了细, 就掌握了乱, 那么你就可以掌握了巨大的潜能咯, 那这个像EIT等等, 它就位为风潮, 他们把变化封装起来, 凸显简单持续, 那么人们拥有确定感, 那么人们能够掌握简单的细, 来控制变化, 因此呢, 持续简单令人着迷, 而且变化无穷, 让人家产生惊叹的无限潜能, 在众人的心田里, 发挥深层之美的共鸣, 这是他的, 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, 这就是集装箱, 既有革命性威力的来源, 充满的这些能量, 而且呈现和谐, 这是集装箱的一个特性, 所以当你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, 有机会找到某个东西, 那个东西什么我不知道, 那既备有这三个特性, 那么你就可以找到, 这个能够激发别人深层之美的共鸣, 那就会产生了和谐, 而且充满能量, 因此呢, 对产业会产生革命性的改变, 那高老师这一辈子呢, 最得意的就是找到的软件产业的BIT造型, 那这个正在产生他的巨大的动能当中, 那么正在发挥他的和谐和充满能量之中, OK, 所以有空, 请你呢, 试听一下高老师的这个100个小时的这一个线上课程, 那就在麦克网, 或者是你就到我的这个博客园的这个我的博客, 上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连结, OK, 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咯, 谢谢。 。